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房子价格在涨 你的租金在涨 你同一个房子在那已经住了好多年了 是个好房子 结果你发现最近开始要不交租了 为什么不交租了 没有钱 他的工资可能没什么变化 但是他家里的生活成本在上涨 你的租金在上涨 他自己挣的没有见涨 他现在交租可能都会有一点困难 你自己心里起上把下的有一些呆心 那这时候呢 你可能就逗了那个念头 你说要不就卖了吧 那一卖的时候 你立刻涉及到什么问题呀 你要交税 因为你的房子有很多的增值 你就要交增值税 因为你在持有期间 你做了27年半的折旧 你现在卖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25%去交 recap tax 交这个折旧的税 那因为这个有这么多的税要交 你又犹豫了 要不要去做 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就跟你说 没关系 你去卖吧 卖了之后你做1031 但是你了解整个1031自换的流程之后 你又觉得这个操作很难操作 对你来说呢 你压力很大 对你来说呢 一定有损失 你在卖你现在的房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吃亏 因为你急着要卖 急着赶在一起去卖 你去买自换的房子 你一定要吃亏 因为你一定要在45天 旧房子过户的45天之内定下来 你要自换的那些房子 你一定要在过户之后 六个月完成这个自换 你有时间压力的 所以你可能卖也卖不好 买也买不好 你做1031自换 就是为了推迟交税 这个税免没免了 没有免 一分钱都没少你的 只不过是你不用现在交 你这个房子应该交的税 因为你做1031自换了 你推迟到下一个房子了 没给你免 只是给你推迟到下一个房子了 你实际上占的便宜 就是晚交几年 结果因为晚交几年 你现在去卖旧房子 让你吃亏了 因为你慌里慌张的 都要赶在一个时间卖 你买新房子 你吃亏了 因为卖家 看见你买这个房子 是用1031的钱 你就会发现 接下来 在你讨价还价的时候 在你做房姐发现问题的时候 卖家不跟你去 卖家不去妥协的 因为他知道你 你做1131 你有这个时间限制 你是很慌的 你没有多少时间 去精挑细选的 所以你很可能 在买的时候也吃亏 你很可能 在卖的时候也吃亏 还有呢 你现在这个房子上 很可能有的低级贷款 如果你是卖了这个房子 买了新房子 你这个贷款上也要吃亏了 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因素 可能就叫你卡的这块了 房子投资好不好 很好 叫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 叫你烦不烦 烦 但这个烦能甩掉吗 甩不掉 就这样了 现在就是这样了 那我这一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1031置换方案 就是你的房子放在市场上 你随便去卖 你慢慢 你慢慢去卖 你都不用跟人家说 你这房子卖的是要做1031的 所以你就正常的 把你的房子放在市场去卖 如果你有10个出租房 你放在市场上 你按照正常的去卖 你带着房客去卖 有可能会卖不掉 有可能会卖得很快 卖了 你就置换成我大路山 小木的这种地块 唠叨 卖不掉 你就继续持有 等找机会的时候再卖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想卖了 你按照现在的状况 你按照带房客去卖 有可能卖不出去 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利率高 整个市场 大家等着 等着在抄点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很多买家不进场 很可能不好卖 但是卖了就卖了 不卖就不卖 没关系 对你来说没有压力 但是你慢慢的 比方说你有10个出租房 你这一次 你可能卖了3个 那你接下来的烦恼 就从10个 变成7个了 等以后你再有空 再一卖 又卖掉3个 你的烦恼 就从10个到4个了 你慢慢的 把你在房子上的 这些所有的增值 你给变现 只不过是这个变现 没有放到你的兜里 只不过是放到 另外的那些烙恼上了 但这些增值是在你手里 你一卖了 你这个增值就拿到了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烙恼呢 你可能会好奇啊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大乌山这边 我大概有700多个烙恼 那大概有100个烙恼 是有投资人的 我大概有600多个烙恼 是属于我自己的 那这些烙恼呢 你随便选 它的价格呢 就从20万到42万5 你说的这么贵啊 有没有一般这个烙恼的价钱呢 就是房价的20%到25% 我大乌山这边的小木屋的卖价 是79万到200万的 按照20%到25 这些烙恼的价钱 就是20万到42万5的 还有跟你这个烙恼 有没有井有关系 那我跟大家要做置换呢 我给大家的价格呢 就是市场价的二分之一 比方说我这个烙恼 最好最好的烙恼 有三井有五井 是42万5 那我给你的价钱呢 就是42万5的一半 大概是21万多 你一买进来 就有5%的equity在里头 那除了这个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保证 就是买三年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卖出去 如果这个地块的价值下去了 我随时回收的 你有权让我回收的 我会按照你除的价钱 你当初的买价 再加上年化10%这个价格 去回收你这个小地块的 所以这个地块对于你来说 你的投资的收益大概是多少啊 因为你买进来 我就给你 因为你买进来是按照50%的价格 买进来的 那你这个潜在的增值会有多少啊 可能就是100% 因为你是半价买的东西 那你这个投资最底的收益是多少呢 就是10% 因为在买三年的时候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老头了 你卖不出去 我会按照30%的价格会收回来 所以你这个投资的底是多少呢 是10% 你投资的底是多少呢 有可能是100%啊 但是具体 你如果感兴趣做这个1631之话 你感兴趣这个呢 我在我的视频下方呢 会有我的信息 你跟我去联系 我跟你去谈细节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我不催你 你按照你的时间去卖你那些房 你一下子 比方说在六个月之内 六个月之内我们要过户吗 如果是六个月之内完成置换啊 你卖掉了三个 我们就做三个房子的置换 你卖掉了六个 就按照六个的置换 你卖掉了一个 我们就按照一个去置换 我不催你 但是你要给我留一点时间 留多少呢 大概留一个月的时间 你只要是卖了你的房子 一过户之后 你给我三十天的时间 我就可以了 我给你选LOT 我给你完成置换 完成这个整个1031置换 我需要大概三十天的时间 你说我没有1031置换的中介呀 我不知道怎么做呀 你都不用担心 我这边都有团队呀 整个配套的这个团队来帮助你 你需要的就是做决定 你要不要做1031置换 你要不要用我的这些LOT去做置换 你跟我之间的这些条款 你满意不满意 那如果满意你就去卖房 你卖掉了 我们就做1231 你卖不掉就不做 你按照你的时间啊 这个没有压力 因为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的 你如果我们要做1231 你一定要在旧房卖掉的四十五天 你要给出三个替换物 你一定要在旧房卖的六个月之内 完成整个置换 那这样的话 你卖房也着急 因为你有好几个房子 你想尽可能的把这旧房的卖呢 都赶在这个时间点内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几个换一个 你想省事吗 那现在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还有你买新房 你时间紧的话 你也容易吃亏 为什么 因为一定要在四十五天之内 给出替换物 一定要在六个月之内完成过户 那这时候卖家知道 你是做1031的 卖家可能现在开始 一直到你做1031 而且知道你现在就剩四个月过户了 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选择的时候 卖家会跟你不跟你讨价还价了 他不妥协了 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别的选择 那我现在你按照你的时间进度去卖房子 你就不会存在低买的情况 你也不会存在买的高的情况 那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有几百个Lot 有足够的Lot 你想做多少钱 我都有对应的Lot给你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现在十个房子 我价钱又特别贵 我卖了这么多你那边有那么多的Lot给我吗 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告诉我你卖了多少钱 你需要做多少钱的1031 我这边Lot的方案就给你了 那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投资没有风险的 现在啊 在过去的十年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进到投资房地产 人家都可能跟你说包赚不赔的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置换成我大屋山的小木屋 我给你这样的保证 你这个投资是有一个底的 你这底在哪呢 就是年化10% 最坏的情况下 到三年的时候 你有这样一个退出方案 所以你这个投资是没有风险的 有个底在这的 那下一个好处呢 你是按照半价去买的这些Lot 你买进的时候就有足够高的利润 这个投资收益 不比你去买出租房 很闹心的出租房 比那个收益低的 那再下一个呢 你就说这样行吗 这样做1031行吗 那行的 因为我们刚给我们一个朋友做过了 他自画了几个房子 我们就是在20天完成了这件事情 就整个这个流程 我们已经做了一遍 是可行的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 我湖边这些Lot 我们建好的小木屋的照片 我们有一些湖这边Lot这些照片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美特别美的地方 我现在这些Lot是这个价钱 接下来我慢慢建的越来越多了 我的基础设施 我的娱乐设施上去的时候 这些的Lot会越来越值钱的 我最近经常跑那边 因为要做EB5 很多人要去看这些小木屋 我带朋友去啊 都是中国人 我带的每一个人去看了 都会跟我说橘子 给我留一个吧 就是这些Lot 我带的去看的这些朋友 他们都喜欢的 所以呢是好东西啊 不是说我卖不出去了 找不到出入了 我现在向你推销 不是的 那如果你看了我这个视频 你感兴趣这种1031呢 你就私聊我 我跟你来对接啊 我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 大概的方案是什么 如果你下不了这个决心 你说我得去看一下 然后我可以安排 我带你去大屋山那边去 带你看一下 我带你看一下 当地的团队 当地的市场 短筑市场 我这个小木屋 大概的情况 我这些闹的 大概的情况和地理位置 我欢迎你到那边去考察的 好 举着说方产 这是这一期 我想跟你分享的 我希望我分享的 对你有帮助 谢谢大家的一期 谢谢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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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